瓜哥! 喔, nice day,好好太陽 我現在準備搭飛機的大阪了,一波一定不緊,稍後見 我過關之後就找JR的站在樓上一層,一直走就找到這裡了 我先去換飛,然後就去京都了 我拿了車票,現在去京都站 救命,日本的交通很複雜,我想坐車 然後我現在要回去坐那輛專車 剛才坐那輛是錯的,要另外收錢 所以我現在要轉回 我頂了,我想說要等半個小時了 我剛才見著車走,還有半個小時慢慢來 我終於到了,我要坐那輛Haloki電車 不然等多了一小時 靚是靚,但我已經等多了一小時了 我進去了 我進去了 你看看,後面還有一隻Halo Kitty 到了我的酒店,已經天黑了,但要先去Check in 我先看一看 這個房間,很大床 有大浴缸在這裡 我們剛剛去這個Starbuck 連Starbuck也是一個日本古建築的樣子 很漂亮 這裡全部都是一個日本的古建築群 超級漂亮 這個是加大阪的北川學屋 韓國那裡只有幾條村 這裡整個城市都是古建築的 古建築群 超級有感覺 第一餐 鴨肉拉麵 這個是加大蛋的鴨肉拉麵 每人有三塊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厄年是什麼 厄雲子年 25歲 不知道這年好 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這就是我船拉麵 對面的一間 叫做白板神社的東西 我的面具很搭 這些紅白色的建築 是 你再轉幾次 新燈不夠 總之再轉幾次 這條河也很漂亮 晚上 這是現代主義的古典建築群 我們來了一間 夜晚的巨鳥 叫這兩個芋牛 因為香港 會和牛 就是這個價 然後叫這個 好像很棒 有很多小菜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這個是第一個菜 I saw the Obasa 叫做 Home Cooking 這些小菜是熟牛 這個是第二道菜 燒和牛 好棒 好棒 今天最後一個菜 菜 和牛壽司 我在香港真的吃到很便宜的和牛 回到來酒店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肉乾 就叫做浸泡泡肉 丟下去 一大堆氣噴上來 都是在一杯裡給你點買的 都是十幾塊一塊 不是十幾塊 是十塊一塊 好了 等他們多點泡泡 我就進去浸泡了 好 冷到 現在只有九度 所以我拿了一條頸巾 已經要了 我沒有戴口衣 除了戴了兩件衣服 這件衣服 還有之前那件大衣服 所以現在你看看 全部人都可以穿口衣 超冷 我現在就去福建渡河 那邊借了黃河 我又坐錯車了 我要錄鼻撞 我打算去福建渡河 誰知道內海先 我兩線停都不停 然後我來了一個很遠的地方 我現在問人去福建渡河先 這是哪裏 很遠 我一看這個地圖 為什麼走得那麼遠 感覺很害怕 我剛剛去了JR 這就是福建渡河大社 然後呢 我剛剛有出錯出口 不是出錯出口 是上了快速車 然後 之後 啊 就skip了幾個站 它是有分普通車和快速車 快速車會skip了幾個站 然後一度看到很遠 去了陸地座 是skip了整三個站 最後我問清楚 我搭回普通車之後呢 就回來了 見到河 這裡閘了 現在就借了我福建 然後準備 隔油環 因為 想著明天一大早去南山 我自己也知道 不是穿南山 就是去清水紙 所以我就自己穿了 是一會兒去南山 我現在已經在上線 好了 我先去借了 我借了很冷 十一度 這裡是有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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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好可愛 多忙 你咬到 你咬到 那你咬到 在上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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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面就是了 叫名叫敬應 因為我看到那些高級和服 即是有翻名的男裝和服 買8000日圓 人家買8500日圓 好了,我上去租和服了 這裡有很多後服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剛剛穿完了 原來男生也要穿很多層 但沒有女生穿得穿 我的腰也穿得緊 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我現在準備去福建都河大社 然後跟我朋友去藍衣會合 拍照片 然後去那邊 約了12點多 然後就站在那邊 叫了這個 也是 紅茶 豆腐 一前面看一個 變得很大死 有很多人 超多人 進去之後分左右兩邊 然後左邊那邊是出的 所以沒什麼人 然後右邊那邊就是進 那其實你想拍照 你可以在右邊那邊 然後出 那時候就在左邊出 來拍照 就是走一小段路 因為這裡都很長 走完都套了時間 那這個是剛剛走完的路 這個是回頭路 那我回頭路 那我回頭路 然後回出去 這個回頭路就很少人了 因為那些人是走完出來才走到這裡 真的沒有人的 每天出去和我朋友 去南山會合先 我只是自己用腳架拍照 然後趁自己的人 走完 就整個腳架在那裡 然後拍出來都很漂亮 因為沒有什麼人 真的 咦 在做什麼 在跟神明說話 日本人相信這個神道教 終於到南山站 其實這裡都可以穿和服 借和服 但我那間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就穿著地鐵 然後直到這裡 但是 在日本真的沒有人看 這是傳統服裝 不會有什麼人去 都看著自己 所以都 一直穿過來都很舒服 那感覺 還有 是 走路方面又不是特別難的 因為 那裡其實 叫草莉 不是木劇 所以 就 好像穿拖鞋 那樣的感覺 好了 我就去 南山一間餐廳 跟我朋友回合先 我發現了一件很可愛的東西 是不是 唐朝的時候 學法的 一個人來的 是 中國長安歸來 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這間 有感覺 叫做 鎮 先吃東西 餓便 已經 餓便 鎮媽媽 有感覺 有感覺 秋意感覺 我們吃完東西出來了 這裡很漂亮 剛才拍了一些蠔椒 這裡有一個C2 哇 這條橋很漂亮 就是渡雨橋 這個山都很漂亮 這個渡雨橋很漂亮 這個渡雨橋很漂亮 嘩 這隻是甚麼來的 真理解 站在這裡這麼久都不動 好可愛 這個真的 這個動了 它平衡了 好可愛 300日圓 酸酸的 然後冷冷的 瘋了 這套跟我的差不多 多少錢 1000日圓 真的 人家買了一萬五 這裡 是不是真的1000日圓 來的 神經病 不給我 7000 8000日圓 這裡很黑 我們進去了 找到那個 竹林的入口 好可愛 很多竹 這次香港的水塘 有很多樹林 8000層 8000層 還有這支暗 比我想像中 可能已經沒有光了 這裡的樹糕比較大 竹子比較大 竹子比較大 抹茶券 苗香暗 買了這個 上去 是1000元入場費 上去 我們進來了 喝抹茶 這個地方很美 你看 後面很有日本的感覺 我們現在有品茶了 這個味道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苦 但我朋友說很苦 平時可以喝啡的 就會接受到 只有那種味 竟然有感覺 我喝著這杯 感受到這個長度的文化 但中間放了一塊東西 咬過是甜的 所以我試一下是甚麼味 所以我試一下穿裙子走路 我一定要去 揭開他們走 揭著他們走 否則會卡住 我朋友一指線上去 上面有甚麼味 嘩 都好美 只有有蟬月的感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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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 還有些 城市傳經 是嗎 有些有趣的東西 借光的蓮花,二發神社 又有這個孤直感 南山小火車 這裡有個天龍寺北門,世界文化遺產 走路我們現在,回去了 已經黑了 我們就繼續今晚的行程 裡面是很黑 一個現代人在火車上 只有我一個,笑死 我今天已經存在這個狀態 吃這間,我們走過三分鐘就到了 在酒店吃燒肉 牛肉船 雜錦 這個是雞 這是什麼? 這是牛油 這是什麼? 這是生牛肉 還欠個漢堡扒 漢堡牛扒 燒歐 我們還差什麼? 其實這是牛的內臟 我回到酒店馬上脫衣服 綁法很複雜 我是完全不知道怎麼說的 明天是青水紙的白蟲塔 怎麼算好呢? 明天再算吧 夜豬到第二天 大家好 又來到我在京都第二天 因為我很辛苦 只帶了穿好這件蠻褲 然後中間 尤其是這裡 它是一層層的 我也是早上的浸船 然後裡面就用自己幫我弄好它 我也穿得OK 挺滿意的 這裡是西本原子 它呢 在東 小小的一個叫東本原子 然後我覺得這裡比較樸素 西本原子比較華麗 我覺得各有各好 這裡也很美 剛剛不是 這個才是西本原子 剛剛是輪近的佛子 好 這裡是要脫鞋的 然後我又漏了一個 我們到了,這個是法官紙的白板子塔門 都瘋狂打卡 不過我應該有點和服了 那條裙子就是跌 所以千萬要找專業的人去幫自己綁 好像我那樣,綁得就是跌,很辛苦走 這隻彈 為什麼要放下去 笑死 救得回 他要救回來了 加油,加油,不要緊張,不要怯 對 OKOK 你猜獎,拍手 哇,很多和服 很喜歡和服的人 讓我們看看,有一個車輛,那是最好的 對 但是我們繞在後面了 剛才的正面拍來的話,就沒有什麼感覺 這裡是會有感覺多一點 因為這條街的感覺,好過前面那條 前面那條,有點現代 哇,這裡又有人山人海 我們那晚呢,是沒有人的 就是那晚Starbuck那條街 這裡 嘩,希來陽王 還多人過 剛才塔的位置 有人在購物 那裡是拍照,拍完就走 看看有什麼買 日本豚子 這間店 月下美人 叫豆腐燒賣 是腐竹燒賣 登登 我吃完東西 買完手信 然後一直向前走 前面就是 清水寺 是日本京都一定要來的地方 因為是福仙 還有喝那裡三個 泉水 高山泉水 挺漂亮 現在又多了一個塔 真的人山人海 哇,好多賄馬 買了票了 就是這個清水寺 兩張 兩張多少錢 四百萬一張 即是八百円 進去 進去那個 最有名的地方 還有喝泉水 這個就是 這個剛剛進口 這個就是那個山 很多紅葉 超美的 嘩 之前這個位 那邊就是拍進來 那個 這個是打卡位 因為那邊拍進來 就很美 我待會去那邊打卡 有個年度漢字 看看是什麼字 遮住了 好,看看 是那個月字 是嗎? 是 應該是 過來了 剛才我說那邊 拍過來這個位 很美 這裡是人山人海 空位拍照 好美 好美 已經到了 原來是這個 紙的下面 我們落到下面 分別順序 是 由左邊開始 是 這個 學問 戀愛 和 現場壽命 我們只可以 喝一個 如果 同時很貪心 喝完 願望是不會實現的 這樣一排隊 很多人排隊 看到嗎? 是 一個 次 就是 這個 很寫進去 我來找到一個 一雙 一雙 一直都是 換回日常裝束 走到輕便了很多 剛才很不綁手綁腳 兩個行李箱的人 坐大阪特快 回大阪 說這麼快就完成了 京都兩天的行程 之後我就會開展大阪之旅 讓我帶大家看看 日本大阪有什麼玩 記得追求我們下一集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 留言、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